MIRROR演唱会严重事故 摄视屏幕星期日傍晚6点多被警方拆检检走 可以见到摄视屏幕的框架被分成三份 由货车运来红管 框架大约4米 x 4米 警方也检走比较重要的6块LED显示屏 和一粒断裂的螺丝调查 LED显示屏当中部分有损毁情况 至于那粒螺丝上有两粒螺丝帽 螺丝的其中一边有疑似断裂的情况 消息说警方今天搜证时 第一次发现这粒螺丝 正在调查是否摄视屏幕或是钢索的部件 负责独立调查的西九龙总区重案组 连日去到洪管搜证 消息说警方下午联同专家 还有政府化验所人员 去到洪管进行重量测试 调查摄视屏幕的重量 MIRROR演唱会第四场发生严重事故 一个大型屏幕突然跌下来 击中两个舞蹈员 当中李启言阿Mo 仍然留意深切治疗部 她爸爸星期日说她目前清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